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的《环子》 都和大家略略地看看中港股市现在的表现 内地股市现在上证指数跌9点 报3054点 深证盛指跌12点 报10769点 滑深三亚指数跌11点 报3295点 创业板指数跌4点 报22006点 港股方面 现在23310点 跌239点 跌幅1% 国企指数跌幅1.7% 跌169点 报9635点 这次嘉宾都是邀请来Wafi 和我们跟进一下焦点的消息 Wafi 你好 你好 Wafi 来看看今天的消息 有一个滑润啤酒 逆市上升超过2% 去到17.48 而消息面方面公布了 完成收购雪花啤酒4.9%的股权 而看看大行方面的报告 摩通说 完成收购后 雪花啤酒会成为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 预计他们的全年纯利预测可以上调到9% 每股盈利预测调高4% 相信平均售价上升和毛利率改善之下 内地啤酒行业将会继续增长 都见到这个雪花啤酒中端或高端市场 都由品牌滲透在市场上 这次华润啤酒买卖 剩下的49%股权 其实对于公司的影响是否很大呢 当然对公司来计都比较正面因素多些 特别以下这个收购方案 当然是今年3月初公布 刚才都说了 华阳啤酒就向XCBmila Asia方面 想收购4.9%的雪花啤的股权 因为原本雪花啤就是它两者共用持有 华阳持有5.1% 而XCBmila Asia持有4.9% 现在就想买4.9%回来 作价当时就说了大约8多124亿港币左右 而变上到了这一刻 差不多半年过去 最终就真的刚刚完成了收购 而今次收购来说 一方面大家对润啤的看法 特别在资金上压力 其实就不算看得太负面 因为之前润啤都进行7月份来说 进行了公股3公1 那里集了大约90多亿回来 变上只是有了一块钱的时候 变上都是为了这个收购 变上这条数来说 都差不多抵消了的时候 现在就没有太多资金上压力之余 更加就收购了4.9%股权回来 正式成为集团旗下全资附属拥有的一个公司 的确以利润空间上说 其实雪花啤做得挺不错的 因为特别以华人啤酒 当然之前未完成收购之前 其实在近一两年 已经不断剝离一些非核生物资产 例如零售 很多很多其他的餐饮 其他业务出去 剩下就是啤酒业务在这里 而以这种啤酒业务 其实之前当然是持有大约5成1的股权 但是整体盈利的表现 特别之前半年业绩等等各样见到 其实盈利的表现都是比较强 都有上岸厘4成多的增长 当中完全都是由啤酒业务带动 所以当现在这次完成收购后 大家终于一步憧憬 可能下半年或者未来的前景 都可以完全帮助华人啤酒为主 所以变相这次收购完成后 为什么出来的结果会是比较正面 都是这样解释 而且以这个雪花啤 刚才吹哲也说 走的路线 其实近年除了一向主打中档之外 更加都推出更多不同的产品 可能一些比较高档的市场都打起来 所以其实在竞争优势上说 其实都明显的 而无利率来计 亦比同意为之高一点 所以以反正前景来计 的确看得比较不错 另外也见到市场有消息透露 华人啤酒现在考虑 是竞救SAB Miller的中欧和东欧资产 这些资产的估值大概是60亿美元 折合大概468亿港元 其下它拥有 即华人啤酒其下拥有最长销的品牌 就是雪花啤酒 其实它现在商讨阶段 应该是下个月 SAB Miller和鲍威资产 加完完成之后 才会展开去收购这些相关的资产 但如果是这样去收购这些资产 其实对于华润啤酒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呢 当然这样说 我觉得现在存在或考虑的竞购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是成功的时候 其实你说对潤啤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负担 还是会怎样呢 我会觉得可能正面的作用都多 不是说看得太负面 当然这次如果真是收购成功 其实预算的价钱也不便宜 因为至少暂时存在 SAB Miller这个中东欧的资产 当中包括一些折黑啤酒等等的东西 其实资产股就先提到60亿美金 其实总压度是真的大的 这些东西是大的 但是如果以潤啤酒 假设它的竞购 甚至乎假设它真的成功的时候 你预计它真的要再向市场伸手 或者再借钱是不出奇 但起码那句就是 你伸手得来 或者多先得来 合围了收购并购 甚至乎业务上说 是一个不错的前景的话 我相信市场是受的 正常说可能前几个月 当它做了公股 大家都知道我这些钱是用来 雪花啤鱼下股权的时候 当时市场反应不是负面 都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我觉得收购得宜 大家觉得用途是对的 又未必会是太负面 甚至乎以今次的收购 如果真的去做 或者真的成功的时候 瑞芬润啤另一个好处 就是可能品牌效应的提升 或者当次上说 就更加有提升在 因为你已经提到今次收购 所谓XB MENA 中东欧的资产 都是来自一些 折黑的啤酒 海外的其他不同啤酒品牌 等等 这个收购完之后 亦都有利潤啤的品牌走出去 可能给更多外面的 可能其他品牌 消费者各样的认识 对品牌上的提升 或者价值上的提升 都有比较大的帮助 甚至乎都进一步 可以推动它们走的路线 因为你提到本身雪花啤 近年都越来越多 可能出其他不同的产品 可能走一些比较中高档次 如果今次收购其他开的品牌 都进一步是打一个比较高端的市场 或者将这些币引入内地方面 亦都再打到内地高端市场为主 所以我觉得两者来说 实际效益上看 其实是比较 我觉得是正面作用多些 所以如果做下去 我觉得又不算太负面 但当然你说 最终是否这样做 或者是否一定行 这个是真的实话都没有一撇 要再去看 一方面是否真的去考虑收购 又未知 暂时都是传的 甚至乎暂时传的 收购中东欧资产 这一部分资产的人 或者机构 都不值得润碑一间 有很多其他的潜在对手 而潜在对手来说 大家很多都很熟 可能日本的焦日啤酒 这个大家都会很熟 比如个别的一些 CVC Capital 这些基金 亦都想收购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 大家比较熟的 可能大的机构 大家企业都有兴趣 不只是潤啤自己一间 所以你说是否一定成事 真是未必知道 但好久好在另一个优势 就是伊藩、潤啤 和ASB MIRR 一直都有一定的合作 比如之前合作共同事 有雪花啤 而最新也都刚才提到的 刚刚完成收购雪花啤 亦都是对待ASB MIRR 所以两者的关系应该不是太差 所以以为最终肯走这一步 在关系上说 可能有少少的优势 但实际来说 究竟行不行 或者怎样 我觉得这个是要再看的 但无疑我者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就不算太负面了 嗯,好,明白 今天就有点奇怪 那只华润啤酒 因为收购了雪花啤酒的 四成九的股权 所以股价逆事向好 都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 它的竞争对手是68 今天就比大行高盛 就调升它的评级 就由减持上调到中盛 目标价最新是30.7 比之前收市价 有2.7%的潜在跌幅 看到股价今早是年后高开4% 现在是见过一个月的新高32.9 而看整个九月 其实青岛啤酒是做得最好的 国子承量股 累积是急升超过1.6 中期业绩 其实青岛啤酒认真做得一般 因为销售亚浪年是减少8% 最终利润也减少11% 当时都记得出了报告的时间 很多大行都唱淡 就是说青岛啤酒 他们的strategies做得不太好 没有华润啤酒定位那么清晰 现在是否都炒回 他们有个转角的情况出现了 当然我觉得这样说 一来就当然营运上说 青岛啤酒的较远 是为之偏偏偏的 你无论以分当次 或者是营运的表现 也都是适合一些 但是为什么说 刚刚过去这个月 或者是特别九月份 或者第三季 叫做得这么好呢 我觉得不多不少 是几关资金的口味因素 因为特别过去这一季 特别九月份 常常都说的就是 北水南下这个情况 而说真是内地人 下来买 说真是青岛啤酒 我觉得都会是其中一间 因为他们是很熟的 就算是业务或者营运 多不理想也好 起码的品牌真的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 都有一点关系 就是可能令到这一刻 有些南下资金是最最容易 形成为什么过去这个月 涨得这么多 我觉得暂时来说 而且回到另一篇箱 刚才提到 虽然营运来说 就是两者的秤 那潤啤一定是优势多一点的了 但是回到潤啤 始终一向股价 都落在高位 或者还在高位走着 如果大家这刻要追 这个板块去到再炒一炒 那无疑青岛啤 都会是一个比较落后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加加麻烦 为什么青岛啤 今天来说 都逆市价是比较升得多 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暂时计 其实两只我看法都不差 就是局股价 我觉得其实还有条件 可能会是向上试一试 所以其实青岛啤方面 纵使营运效率上说 未必太强也好 但是股价上看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一下 好 明白 都是Sarafi 你长续的分析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好 休息一会儿 回来会有问答环节 你待会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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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